今日凌晨结束的一场西甲比赛,西班牙人逆转瓦伦西亚,吴磊继续坐穿板凳,彻底沦为边缘人。 西甲影响力和曝光度都很高,因此国内球迷更容易关注吴磊,除了西甲之外,还有其他中国球员效力西班牙低级别联赛,非常努力踢球,未来渴望踢上顶级联赛。 据博主中国海外球员新闻的消息,来自北京的15岁李扬逸,本赛季代表佩尼亚斯U16梯队参加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U16甲级联赛2第3组比赛,目前半程结束,球队7胜4平保持不败,以一分之差暂居第二,李扬逸首发出场10次,一共打进7球,进球数排名队内第一。 跟李扬逸一样,欧洲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中国年轻球员的身影,李扬逸在10场比赛打进7球,表现非常出色,因联赛曝光度和关注度不高,因此无法吸引到国内的转播。 2020年,李扬逸开始征战西班牙青年联赛,第一个赛季出场10次,仅打进1球,于是更换东架,效力佩尼亚斯在自己第二个流洋赛季终于迎来爆发,并且稳坐球队主力位置。 目前佩尼亚斯排在积分榜第二位,紧落后榜首一分,李扬逸作为队内第一射手,有希望率领球队冲击冠军。 对于刘洋的中国球员来说,每一人都是不容易,除了要克服语言、文化、影视等问题之外,最重要是提升自己的球技和实力,让自己站稳脚跟,可以说李扬逸在佩尼亚斯做到了。 李扬逸现在才15岁,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,在西班牙青年联赛踢好,未来有机会踢上西蚁联赛,甚至是西甲联赛。 比起李扬逸,吴磊在西甲球队西班牙人队内逐渐沦为边缘人,主帅莫雷诺派出二队前锋,也不让吴磊出场,因此吴磊东窗可以寻找机会,转会到其他球队,和甲、蒲超、苏超等欧洲二流联赛也可以,主要是能够踢上比赛就行。